歡迎收看流行零距離 這是一個全新的美妝流行時尚的節目 然後呢有我這個代表小資女的人物捷琳還為大家主持喔 好不好 其實呢在這個節目一開始之前呢我非常緊張 欸我不曉得是我們燈光有點偏狂 還是我現在本身是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因為我第一次主持美妝節目 你知道我平常是電玩啊然後最近還有好聰明嘛 然後現在你知道我現在是整個這邊都是 我有紅嗎 有很紅 因為我現在很緊張 這個很紅應該是跟我今年2018年的失業一樣 就是會開春一直到走紅到2018 好這個節目呢是美妝節目 那當然呢這邊現在呢有很多我們17的寶寶們呢 正在透過17的APP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要提醒你們喔 因為我們節目每一集都會有好康 就是呢我們會送禮物給大家 所以呢你們記得右上角呢幫我按一個追蹤 那之後呢我們固定每個禮拜三的晚上7點到8點呢 都會陪伴大家 同時呢送給大家現在最流行時下的美妝物給大家 那當然呢粉絲團呢也有很多的朋友 正在收看我們最新節目 所以呢我現在想要希望如果說呢 你正在看我們臉書17 video的寶寶們 17也要叫寶寶們 那臉書也要叫寶寶們嗎 OK我的寶寶們 好好吐喔我只可以啦 我只可以啦 好不好請到我們那個17 video的粉絲團 然後17 video的粉絲團第一個置頂的 就是我們現在節目正在直播當中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 因為現在呢好像已經有二十幾個三十幾個朋友幫我做分享了 所以呢感謝你們分享好不好 這是第一則有沒有看到第一個流行零距離正在直播當中 希望大家可以多幫我們分享 因為我剛剛講分享的朋友呢 我們今天呢有開箱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一定要記得分享啦好不好 好那呢當然呢今天呢我們第一集的節目 同時呢剛剛說是美妝節目 當然有一些非常厲害的來賓在現場呢 和我們一起同樂啦 到底是誰呢我們先歡迎兩位非常漂亮的女生 歡迎雅雲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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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你的名字也太長了吧 因為我姓茂 我姓茂 你真的姓茂 對 我姓茂 好特別喔 OK 等一下再跟你聊 再來呢 當然還有一個專業的人 跟我們一起分享囉 所以我們要歡迎史丹莉老師 嗨 大家好 我是史丹莉 史丹莉老師你今天呢 也特別的畫了眼妝耶 沒有 那是我的黑眼圈 黑眼圈 畫不太深啦 很多人都這麼說 好 今天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大來賓 他是一個美人 而且最近呢 當了新手的媽媽 歡迎我們的美麗帶來賓 可彤 哇 可彤姐這邊請 欸 姐嗎 對啊 史丹莉老師 哇 妳好紅喔 我很紅啊 她超紅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生什麼 是我今天是有去墾丁是不是 因為有跟妳的賽商的關係嗎 奇怪 太熱了是不是 想問一下為什麼 妳明明就已經當媽媽了 可是妳的身材為什麼還保持這麼好啊 因為我很努力運動 真的假的 而且我今天很認真化妝 出門的時候老公都嚇一跳 我說 為何妳今天要去幹嘛 我說 我要來一期 所以說妳當媽媽做我多久沒化妝了 我覺得 要在這邊奉勸所有的少女們 這邊應該很多少女在看嘛 很多很多 少女一定要化妝 因為當了媽之後 妳真的沒有時間化妝 但是如果當了媽之後 妳真的不化妝的話 妳真的是不能看 所以呢 就是 不管妳是少女還是媽 拜託一定要好好化妝 還是要好好化妝 對 那新手媽媽辛苦嗎 很辛苦 我覺得 也不用跟妳們談的啦 妳們現在就是很快樂的人生啦 那有後悔嗎 不會不會 寶寶讓妳不後悔 就像妳們 就是有一期的寶寶 妳們就很開心 我有我的寶寶也很開心 真的喔 妳真的很會說話耶 真的喔 那叫我 老公有在看嗎 長來好不好 好 好 那呢 剛剛講到就是妳的新手媽媽 感覺還是就生活非常的幸福 可是有沒有什麼是 當了媽媽之後 跟以前不一樣的狀態 以前很有自己的時間啊 想要去喝咖啡啊 等一下下班應該還會去逛個ZARA 再回家嘛對不對 對 那不行啊 我覺得我覺得太小孩啦 真的假的 對 就是被小孩鎖死 然後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當媽媽之後 就會傻三年 就是因為妳長期都睡眠不足 對 所以妳就會很容易望東望西 然後氣色就會不好 所以我覺得 不管妳是不是媽媽 都是要好好的化妝 才可以讓自己看起來比較有趣 因為像剛剛啊 我們就在聊天 然後像我就是造型師啊 她之前也當媽媽了嘛 然後她就說 現在的媽媽都很幸福 因為現在媽媽可以 就是要生產之前 自己要去生了 就趕快去種睫毛 喔對對對 妳不要種睫毛 因為種睫毛就可以讓 至少妳看起來是漂亮的 對 然後像如果要去 像我去爬山 雖然也有種睫毛 然後去生小孩也有種睫毛 對 就這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或是去海邊玩 也可以種睫毛 真的耶 好吧 那我們等下 跟妳慢慢聊一下 今天的重點了 好 請坐 請坐 大萊町就是要做不一樣 大萊町就是沙發 我今天要用很舒服的方式 坐在這裡 好爽喔 我跟妳講說 妳的椅子這麼的矮 妳確定這樣舒服嗎 很舒服很舒服 我覺得要拿妳的東西 來給我吃吧 對啊 對啊 妳是不是覺得 妳現在是媽媽出來放風的感覺 對 對 很久沒有這種開心的滋味 愉快 愉快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就是啊 現在啊 其實啊 很多美少女 因為大家可能會注重就是 剛才妳講的氣色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其實氣色很重要 在臉上可能 像我自己很在乎的是腮紅 我一定要塗腮紅 那再來 大部分 再根據我們調查 最重要的 女生針對 臉上最重要的是 嘴巴的部分 對 他們覺得 擦了唇膏之後 整個氣色就會不一樣 對啊 妳沒有看那個 六七十歲的人一定會擦口紅 還有 妳這樣講嗎 妳這樣講嗎 妳這樣講 對啊 妳會覺得 有口紅 真的會很有氣色 我說真的 以前喔 以前在我二十歲的時候 就十年前是啦 然後 二十歲的時候我就看很多那種 二十五六歲的姐姐啊 她們都一直狂擦口 我就心想說 為什麼要擦口紅 那個擦它不是會有唇紋 然後 嘴唇會褪色嗎 我一到二十五歲之後 狂買唇膏耶 這是不是一個魔咒啊 沒有沒有 是這幾年唇膏真的也太流行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跟上腳步 不是年紀大的問題 妳好會說話 我覺得好開心喔 那我們問一下 大家的第一支唇膏是什麼時候 先問安妞好了 我是在十六歲的時候 這麼年輕 是去年嗎 這幾年 哇真的可以 妳真的好會說話喔 對怎麼會說話 她真的不一樣的嗎 去年 帥姬 好棒喔 十六歲的時候 而且我那時候 我媽媽很討厭我碰化妝品 對 然後我就買了很多很多化妝品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怎麼挑色 我就自己去 虛城市亂買 然後買了那種很可怕的顏色 然後還自己覺得很漂亮 很可怕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就是那種什麼 深紅會讓我自己看起來很像 現在這個年紀的那種顏色 對 然後我就是上學 坐公車的時候擦上去 擦化妝品 紅色口紅 對 擦那個 非常像我現在這個年紀的口紅 對 然後下 放學的時候坐車 我就趕快把它卸掉再回家這樣 蛤 真的喔 十六歲也太早了吧 為了交男朋友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他沒有在乎你這個 這個艷麗紅的口紅嗎 就是對 他就是 那時候男生喜歡小一點 那時候你知道 男生褲子都穿很垮 喜歡抬抬的那種 對啊 你喜歡抬抬的 就是機身會 沒有在針對寶寶們喔 有些人就是管子 會比較破一點點 那那個雅雲呢 其實我最早是十二歲就開始化妝了 十二歲 對 所以其實我有點不太記得 我真的人生的第一次成功 因為真的太久遠了 對 是偷殺媽媽的嗎 不是 因為我之前小時候在美國讀書 所以大家比較早熟 所以以前大家喜歡擦口紅跟睫毛膏 所以最小的 所以我不太記得 但是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支專櫃唇膏 是大概三四年前買的第一支YS的 我還是就是我第一支 可是他是三四年前耶 我二十三 我二十三現在 所以我那時候十八歲 然後想說要買一支給工作的唇膏 然後想說買一個 投資貴一點的就買了YS的 好大方的說出自己的年紀 真的也好嗎 對 而且他說說二十三歲很OK好嗎 而且不對 對 像大方說出我的年紀的奇怪 哈哈哈哈 現在 那個可疼呢 有人想要知道中年婦女的第一支成功 想知道 想知道 應該是二十年前嗎 怎麼說 那我知道 剛生出來 二十年前是那個胭脂 對嗎 對 太誇張了 我想說就是真的是二十年前 然後那個時候剛開始流行唇蜜 然後就是覺得唇蜜是好流行的東西 怎麼擦上去嘴巴會亮亮的 然後那個時候唇蜜很黏 對 而且想當年二十年前我就是用一個韓國品牌的唇蜜 哇這麼高級一開始就韓國了 對 我二十年前就哈喊了 我是走很前面 二十年前就賺很多錢 我買了一個唇蜜然後塗 因為那時候打工的餐廳 每個女生都有擦那個唇蜜 然後就覺得哇好好看 我一定要擁有 然後以前唇蜜就是一支 然後打開 就是像 就是像這種管子有沒有 以前很少這種管子喔 以前都是唇膏 然後剛開始出這個 然後裡面有很多亮片 然後常常就覺得哇好美喔 好喜歡喔 因為嘴巴還會嘟嘟的 對 活動的樣子 對 所以我就是走得很前面 二十年前就用唇蜜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你應該是二十二歲吧 屁啦 二十二歲 這樣你很年輕啊 二十年前 二十二歲 現在四十四歲 欸你當中都沒有騙人嗎 哇塞 你們怎麼算啊 好那今年呢 到底要流行啊 五種顏色呢 老師啊 因為當然剛剛有像可同姐有說到 有些是專櫃的 像我們小織女 她就覺得說 專櫃的可能太貴了 到底要怎麼樣我們才能能 人人能都可以走在流行時尚的階段 有一個很美的純色的老師 你今年的五大顏色 今年第一支煙燻的玫瑰色 煙燻玫瑰色 是帶一點點灰色料 這支很熱賣 而且各個百貨都缺貨 真的假的 各個百貨 因為剛剛有講到2018的五大流行色 第一個就是老師剛剛講的 在我手上 快點看 煙燻玫瑰色 可是剛剛老師講到說 煙燻玫瑰色帶灰色 帶一點點灰在裡面 可是它又有點紅 讓你有氣色 但是又讓你有女人味一點點 有女人味一點 為什麼覺得灰色讓我覺得擦在嘴上 好像就是很像暗唇 感覺會不知道沾到什麼的感覺 這會讓你女人味提升 是金屬的那種感覺嗎 它不是金屬 因為它沒有帶亮粉 對然後它就是水潤光 這樣讓你又不鮮老 好 反正我們直接請可彤來幫我 因為它是明模 然後它又長很漂亮 所以它不管什麼顏色 擦在它臉上一定都是漂亮 超帥 好不好我們請 請可彤姐坐在她前面 你怎麼也那麼會說話 好開心喔 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那個像專櫃啊 它現在就是最流行的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一支嗎 沒錯 407號 因為聽說它是超級斷 就是呢 你再有錢你都買不到 它是女生夢幻 一定要買的 有一點點 可是你那比較亮 比較亮一點 你看我也是很流行有沒有 它有跟上 雖然這家當媽媽 也是有知道流行什麼顏色 還是有在follow 還是在20年前流行過的 就重新流行嘛 對 對 我們E7APP的寶寶們 如果說你呢 也有在固定擦唇膏 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覺得今年最流行的顏色 或者是 你前幾天可能才剛逛完 這個美妝店 你買了哪些顏色 可以跟我們來推薦一下 這是我最喜歡的 我怕我擦完 就不想要擦下一支 可是 鏡頭畫得到嗎 這個顏色其實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顏色 像對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 不會 你也適合 真的假的 你相信我 有沒有適合什麼膚色的人擦 對啊 它其實 我覺得唇膏啊 它基本上是不太分什麼膚色擦 反而是你自己的底妝 你要打得很乾淨 因為有些人 他就不喜歡畫底妝 可能或是他隨便亂打 然後他就隨便配上一個唇色 就會看起來好像都暗暗的 對 因為像我的膚色比較健康 有時候如果不把它擦乾 擦的比較 看起來比較有氣色的話 單擦這個 就會看起來很 不粉嫩 就會看起來很暗沉 可是其實這個顏色 跟肯紅原本的唇色 其實是很像的喔 哇 你的嘴唇是今年 超級斷貨的臉 顏色 你的那一件 你是那一件 你是那一件 你們看一下上下唇 其實就有點差別 真的跟妳 所以我2018很流行 老師我2019 還可以流行下去嗎 OK 沒關係 你帶動潮流 好 你keep住 然後我們Facebook上面有人說 就是 他真的買不到407 然後說 Sanley老師推薦都不會錯 Sanley老師你好紅喔 因為我就很愛推薦 你可不可以上次直播推薦一下我啊 可以啊 當然 那現在有沒有粉絲說喜歡我啊 欸有沒有 對啊 剛剛今天節目一開始 然後肯紅就說 一直有人說阿牛 也有人說雅妮 怎麼都沒有人說我的名 對啊 你們趕快刷一波 你們不會說可同很美 真的喔 好謝謝 冒冒開心了 這樣回家才可以開心戴上 好 這顏色真的很漂亮 你們看 超好看的 它是不是就有一種 嫵媚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太過的 很有氣質 對 氣質 而且它是霧面的對不對 它是帶一點點亮 可是又不會太亮 對 因為沒有 它沒有很霧 像去年就很流行霧面 是不是老師 去年就很流行霧面 然後不掉色 對 可是就會比較看材質 有的會很顯純紋 對 因為 而且很多人都不喜歡擦乎層膏 或喝水 這樣就很容易 對對對 剛剛老師就是 叫我要趕快喝水 這樣等一下試了五個顏色 嘴唇才不會那麼乾 對 這是一個小訣竅 提醒寶寶 沒要喝水喔 沒要喝水 走到水 走到水 好 所以這個是YSL407 好漂亮 很美 那我們先請可隆其 先坐在你的原位 好 再回覆 因為呢 剛剛講了 既然有專�貨 那當然呢 我們現在看那個 一氣APP還有粉絲 是專業的寶寶們 可能大家就說 可是專櫃貨都好貴 我們可能買不起啊 那買不起怎麼辦 當然今天我們的老師呢 三角色就特別幫大家找了 顏色很相近很相近 重點是它可能價位上 只要專櫃的可能 大概三分之一不到的價格 那老師剛剛講的是 煙薰玫瑰色 專櫃上面有這個顏色嗎 開價 對 開價 這個對我來說 開價不專櫃 開價我看看 就是專櫃 因為我就是永遠都買開價而已 有啊 這個牌子 超有名的 純幼的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買不到 就是大家去開價都買不太到的 這個 它換過包裝了 它之前就很紅 紅了一陣子 真的啊 還要換銀色的包裝 你可以塗在手上 讓我們比較一下嗎 是哪裡買啊 它是 我覺得它比較 沒有那麼的飽和 但是它也是屬水任性 喔 它也是耶 對 來 我們要請 阿牛還是雅雲幫我們試呢 我嗎 雅雲嗎 好 雅雲好 雅雲現在剛好它自己的嘴唇上面 已經有上一個亮 很亮耶 對 我是紅 你這個 會不會 失色了 不會 應該不會 好 你可以卸 雅雲這皮膚很白 所以就很適合這種紅色 真好看 對 老師一邊擦一邊說 這顏色好看耶 對啊 老師不好意思 你現在再介紹的是另外一款 是煙心玫瑰喔 不好意思喔 好 然後我看一下 有人說什麼 可同超美的 是名模耶 喜歡可同 可同超正 是不是有大概二十折這種留言啊 不是喔 大概兩百折 兩百折 好開心喔 好 那我要來上囉 你本身的純色其實就很紅潤耶 對 滿紅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蓋一點氣墊 就是為了凸顯本身純彩的顏色 其他顏色 來囉 看一下 像你們自己有本身比較喜歡的顏色嗎 像我就喜歡那種 比較粉粉粉色粉膚色的 對啊 像我們剛剛在講最喜歡哪一支 然後我就一直問老師 這個是南瓜色嗎 這個是南瓜色嗎 然後老師就說你每支顏色都一樣 就是粉橘色 差在哪兒 這裡沒有南瓜色 對啊 我很喜歡那種鮭魚粉 我也是 可是我到現在還在喜歡霧面 會不會太不流行了一點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霧面有的時候配合那個造型 其實霧面還滿性感的 因為我覺得我喜歡把底妝打的都是霧面 可是我如果嘴巴太亮的話 我會覺得好像 塗霧嗎 對對對 所以我就喜歡一整個霧 很好看 我來看一下 這個好像跟 跟可彤的 滿像的 很像 只是它比較亮一點的 這個再淘一點點對不對 對 再水一點點 嗯 兩感像 不是那種水潤 感覺有一點光澤感 嗯 還是我們請兩個一起 直接比對 走個秀好了 好 我們先來 我們自己先比對一下 超像 走秀 你們兩個頭髮都一樣 走秀 請往前走 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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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號機 像嗎 肚子 對 蛤 怎麼一樣 這真的長得好像 這個怎麼一樣 這真的怎麼一樣 真的很像 好像 你看是嗎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看我們就一模一樣 很划算 價錢才很多 這隻價格大概落在多少錢 大概 三百塊而已 三百塊嗎 三百 這誰的 等一下我出三百五買 我三百六十五 老師你不要跟我搶 你今天是來賓 你不要這樣子 好 抱歉 抱歉 真的假的 可是買不到的不是嗎 我們找很多家買到最後一支 真的假的 那就送主食人了嘛 對不對 好啦好啦好啦 到底有多少個嘴巴 不過講到唇膏 你們一個人有幾支唇膏啊 哇 我可能多支 每天很常會用到 可能有50支喔 很常用到50 對 因為我有時候 一個嘴巴會擦兩支 三支唇膏 就是不同顏色 比較有趣 對 然後如果很久都沒用到 還放在那邊沒丟掉 可能也有個二三十支 那化妝包裡面你會放幾支呢 我光一個包包裡面 我會放三四支 真的喔 對 還有會變色的護唇膏 然後護唇膏 然後跟比如說 同樣橘色系 或是粉色系 就這樣互疊在一起 我覺得你的化妝包 應該就是大概是 老師的公式包之類的 沒有 可以放超多東西的 那宇宇呢 我應該是 我猜應該是今天在場最多 因為其實我開始做YouTube之後 就會有很多廠商也會寄 自己買家自己寄 我最高紀錄 我大概有快到五百支 五百支 我房間都是唇彩 就是箱子啊 唇彩 櫃子拉開 還是唇彩 然後格子上面也都是唇彩 哇 五百支很多 你自己會不會把他們分色分好啊 我會分那個質地 霧面的會丟一堆 然後光澤的 然後唇蜜丟一堆這樣子 這樣比較好分 就是今天想要是日韓果凍妝 就去挑唇蜜的這樣 可是真的很多其實用不太玩 很多春光很難用到玩吧 你應該想要什麼顏色去他家拿吧 真的 直接去挑 歡迎Shopping 對啊 我五百支欸 你家會不會買到一樣的東西 有啊 就是鬼打牆 為什麼會鬼打牆 比如說什麼煙燻玫瑰色 然後就二十支這樣 很容易廠商送 廠商送然後不知道 然後再去買一次 對 其實我已經有了這樣子 就在鬼打牆 那那個按鈕呢 我十二支而已欸 這麼少 我在錄這個節目 對 那你幹嘛來 沒有 我太說得到 我的都是經典 經典 我問老師 老師你知道YSL的500號嗎 我知道 我有 隨便講給老師都知道 這是我是走一個 重值不重量路線 就是一支用到底 剛剛他覺得是走在時尚的 用到光 然後再換流行 再買 十二支喔 十二支 十二支 有在用的是十二支 然後沒有在用的 我通通會扔掉 蛤 你可以不要扔掉 這蠻好的啊 極減生活啊 對 極減生活 因為至少都用得到 對 可是像老師剛剛推薦的是 煙燻玫瑰色 你們有沒有推薦類似的 顏色很相近的 我也一直 可是這個是 這個比較討人的 我這是專櫃 因為我真的很少買煙燻玫瑰 TOMFORD的 這叫1800 有點可怕 這是很漂亮 可是這是超美的 我跟你講我每次擦這個 大家都說亞運到底擦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 真的假的 超美的 你說我嗎 我可以試嗎 妳適合 那很貴 我確定適合嗎 貴的是什麼 等一下 我們製作人說那很貴 你這什麼衣服 對 老師可以用光它 用那個塗我的眉毛 然後 臉都同意塗吧 可以嗎 我們來大審划 大審划是不是 我們用手指幫他下好了 可以啊 因為我只有塗護唇膏而已 它擦起來超美的 真的 而且它是有一點點滋潤感 可是它不是那種水亮型的 所以它其實也很實色 然後擦起來超好看 就是各種肌膚人都可以 老師我就是 雖然說很喜歡你 也不用塗到我下 它們都塗到變大嘴 你知道去年有流行一個積穩唇嗎 就是稍微暈出來了 暈出來了 他們有暈出來了 好看 真的而且還其實算滿自然 很自然 就一樣是煙燻玫瑰色 真的耶 好好看喔這個顏色 煙燻玫瑰要買真的 我們要還一下 要還人家 要還人家的 那可能 這個也是煙燻玫瑰吧 是 是 是 對啊 這個NARS的 也是新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大小很好戴 然後它的質地很保濕 好像是旅行組是不是 它是唇釉的感覺 可是它的質地很保濕 很美 所以擦起來也很漂亮 所以我們自己就可以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跟 就擦上去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漂亮喔 超好看的 而且其實同一支口紅 在每個人的嘴唇上面擦起來 會不一樣的感覺 對 老師是不是那個 就是唇蜜或是唇膏啊 它擦在嘴巴上 會因為人的這個 嘴上的溫度去變嗎 會嗎 因為現在流行 就是科技很進步嘛 他們都會加一些什麼 變溫的科技在裡面 對 所以因為每個人的 那個體溫不一樣啊 所以它就會開始慢慢的 變身 變身 變身這樣 就很神奇 我也不太了解 我也覺得很厲害 因為真的是每個人擦起來 其實感覺都不太一樣 那阿牛你有推薦 我的就是500號 這個算燕燻玫瑰嗎 這個超級明星座 有點算裸粉吧 對 因為它比較 裸膚粉 粉一點 因為我擦它的時候 如果是 因為我在做直播嘛 直播光很亮 我就會直接擦它 但是如果我要出去 我覺得顏色不夠重 我裡面還會再打一個底 然後讓它變得比較深一點 但是我一定要霧面 對 所以就會擦它 我最喜歡霧面 玫瑰色 那剛剛講的是煙燻玫瑰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顏色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什麼啊 這個好像跟可彤有提到過 第二個是南瓜色 南瓜色 南瓜色屬於偏橘嗎 偏橘 可是帶一點點塗在裡面 土色 要有塗感 對 比較塗感 那什麼膚色的人適合呢 因為像啊 有些人膚質可能比較黑 對 它如果再去擦一個橘色又土色 對 這樣子好看嗎 我會建議就是 比較有個性一點的女孩子 跟紫色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 你比較有個性 然後你的眼妝畫比較酷一點點 對 或是你整個人是走秋季色調的那種 就你喜歡畫一些 墨綠的眼影啊 深橘色的眼影那種 你就會很適合這種南瓜色 就你整體要搭配好 好像擦完不能笑 對 會有個性 也沒有說不能笑 你要忍住 還是可以笑 一直在秋天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 南瓜色它還是會有分那種深淺調的 因為如果你越深 就會看起來越 越距離感 比較酷一點 比較酷一點 可是如果你淺一點 就會看起來很像韓系那種 就比較日常 對 日常日昔日韓這樣 對 我們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 好啊好啊 你趕快拿 然後我們聊天室 好像來了一位來賓 叫做黃小愛 小愛你平常有在擦嘴巴的這個經驗嗎 應該大家女生都會有吧 應該男生女生都會有吧 很難的 OK 恭喜小愛 抱歉 抱歉 它是網紅是不是 對 最近很紅 不好意思 要不然現在自己來我們美妝節目一下 對啊 但我要先說這個南瓜色已經全世界應該都買不到 為什麼 老師你為什麼一直介紹買不到的 因為它是限量的啊 它是限量的啊 太可惡了 限量很殘酷耶 看多美 為什麼可以限量 真的是 我畫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帶點土色 哇 很土耶 這真的是比較個性的意思 對 是不是很適合外國人那種 不能講話 不能笑 而且聽說它被稱為髒橘色 對 髒橘色就帶點土色 為什麼好像就是沒有很好聽的名字 為什麼 就很不吸引人耶 怎麼會這樣 可是之前Mac有出一系列都是髒橘色 那我們現在要試 誰來試 我已經先把自己頭 可同幫我們刷一下 可同很專業還幫我們先卸好唇了 對啊 因為好想要擦這顏色喔 我跟你說我現在擦完我就不笑囉 OK好 那個很酷喔 你就臭臉一擊 對 要臭臉一擊 先擦一點點護唇膏上去 像你們有沒有就是 會去擦 因為像有些 有的時候去年日本很流行 那個不掉色的那種 就是把整個唇鎖住的那種 對對對 你們有用過那個嗎 我發現其實可同很適合這顏色 我不敢用 我也不敢用 我不喜歡 對 因為我本來想說 因為喝咖啡非常的嘴 塗完然後 我其實很容易沉澱 真的假的 因為你沒卸乾淨 它可能卡在你唇紋裡面 然後隨著日積 你原本是粉嫩唇 然後後來就變成就是越來越暗 就變成髒橘色 就變髒橘色 真的假的 太可怕了 我去日本還買了很多 想說回來送女生 結果完蛋了 就送你討厭的朋友 不喜歡的人 真的假的 如果說如果你現在看直播 然後未來收到我的東西 代表我討厭你 誰問問題 你說那個我們的PAD 我覺得我超忙的 我前面有一個螢幕 然後手上又有一個PAD 有人說 踩了我也是口紅扣 然後他說3C 吐色 3C真的他們家很多產品都很好看 我自己也買了超多的 然後 有人說直播會流嗎 會吧 我們直播會流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它學起來 小愛喜歡什麼顏色呢 小愛喜歡什麼顏色 小愛喜歡什麼顏色 好看喔 好好看喔 好看喔 小愛你下次來我請你一下 檸檬 快看我 檸檬感 你不能笑了 我想像中的怪異啊 我覺得蠻美的 很好看 很好看 會不會是我太白搭了 會不會是你太白搭了 那最後紫色你也來 太美了啦 帥大哥過來 你不能笑 我不能笑 你現在不能笑 你要臭臉 很美氣耶 很時尚 對啊很時尚耶 她太美了啦 我覺得等一下不適合回家帶小孩 就想要去嗨一波 要去喝一杯 去喝一杯 那比想像中的漂亮 剛剛說髒橘色 其實這樣一擦上 我並不覺得她是髒橘色嗎 而且是比較有個性的感覺 對 而且穿搭上應該可能也要配合 這個我不相信開架可以出這麼厲害的顏色 有嗎有嗎 有嗎怎麼可能老師 有類似的嗎 老師你不要同一支拿出來 然後直接把裡面的成心 然後交換 然後他們說熟 欸我不會這樣 這支是嗎 這一支來這支是 這是什麼 這是哪個拍子 欸我知道了我覺得 但是還是 還是 來等一下你覺得怎麼樣 不是老師我跟妳講 你應該就是 這一支你先幫那個可彤上一半的嘴唇 然後另外一半 再上另外就是 就是專櫃增開架 這樣夠一半 怎麼辦我發現她其實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什麼Bug嗎 小落差喔 Bug喔 我們拿你拿錯了啦 我拿錯了 這支啊 這支老師老師 欸真不好意思出了一個小球喔 沒關係 好啦我是故意的啦 這不能剪掉喔 我其實是故意的 請問老師故意是為什麼 扣100 扣100製作人 扣100 可以給我們想玩上嗎 製作人人也太好了吧 好好好 那怎麼辦我們現在是要 是在它上面是不是 是 要試另外一個嗎 是誰嗎 所以就是評價的是我 好 那我可以聽 對 好 好我願意我願意 太好了 我願意試這個買得到的 我不要試那個買不到的 買不到的 幹嘛要試啦 買不到就算了 我是真的 我發現買喔 試試喔 真的是 真的是橘色 因為像那個阿牛今天 她穿的其實蠻女神的 像這種張橘色 要配上應該是比較個性的穿著 因為可彤她是穿黑色 就比較個性 可是像你今天穿的女神 就不知道 插上去何不合適耶 好緊張喔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一個就是 屬於就是 會有一些小偏見 像我就一定要買 什麼唇膏都要帶粉 阿牛你稍微再轉一點點 就是往後轉一點 讓我們鏡頭帶一點色 喔 你幹嘛尖叫 很好看喔 很好看耶 可是你沒有無表情 好看耶 然後那一隻在比照的飽和嗎 還是比較顯色 還是比較粉 NAS比較顯色 然後它比較粉一點點 它帶一點點粉 對 好好看喔 可是好好看喔 很好看耶 這隻是不是也很便宜 我記得喔 這個牌子我知道耶 價格才249元 最85的 真的假的 幫我買10隻 快一點 這個會買不通嗎 好美喔 這個買得到 這個買得到 這個買得到是不是 這個可以買 還很多 OK的Q 快去 欸不要兩個 寶寶們不要現在就去買耶 節目要看完耶 寶寶們如果你們要去買的話 你們要這樣 會有這個色號嗎 一邊看我們起播 那現在可以截圖 是不是也沒有這樣 那我們又請兩位 再對比走秀一下好不好 好看好看 真的好看耶 來音樂 音樂 小艾 在姐姐旁邊 在名模旁邊走秀 哇好好看喔 南瓜色 很像 然後 其實這樣看滿像的耶 很好看耶 其實這樣看其實顏色滿像的 其實顏色 很像喔 臭臉嗎 我知道千頌一會這樣 欸我現在講千頌一會不會很old school 你現在比較像去沙漠的人 請問你是誰 可以回去的謝謝 可以回來了喔 所以兩位其實那個擦上去的顏色 真的是很像 然後專櫃大概多少錢老師 這一支限量的我 對啊你剛剛說搶都搶不到 這一支要多少錢 一千一千一 一千一 然後剛剛我們是二四九 再包五折可以基本上買快五支耶 對 好便宜喔 開價贈送的好朋友耶 真的完全 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以前沒有買過 所以我會去嘗試這個顏色 嘗試看看 真的真的 然後的確 剛剛就有一個菲比 他說這是什麼牌子 Salon 對Salon 你可以去屈城市就有嗎 對 屈城市就有你就可以去找一下 對對對 很多人在問耶 沒錯屈城市買的喔 然後有人說是幾號 他要怎麼去找那個顏色的 來02號 02號 02號 頸02號 頸啊 就頸 沒有我跟你講標籤後面都會寫一個頸 然後幾號 頸02好不好 唐霜柔 太快了小編 唐霜柔霧唇膏 好 再來第三個顏色是什麼顏色呢 馬上來看一下 奶茶色 哇這個玩好多 應該是不管什麼時候都在流行吧 對 像我自己就買了很多奶茶色 因為我真的覺得奶茶色擦起來 因為我很崇尚 就是日本女生那種很可愛的臉 我覺得他們的臉擦奶茶色都好可愛喔 我覺得皮膚白的人跟黑的人擦奶茶色有點不一樣 真的 對 不是黑的人為什麼會想要擦奶茶色 因為不顯色啊 黑的人擦奶茶色就會嘴巴有點白白的 像裸色會變成像裸色 因為他們膚色落差太大 沒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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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像我是 沒氣色 沒氣色 沒氣色我想說想說 為什麼要罵寶寶們你說 我大概只能工作30分鐘 後面就累了 那那個 現在呢老師要幫我們介紹這一支 聽說它是無腦唇膏 然後什麼叫無腦唇膏 就是它隨便畫都好看 這哪一支呢 好適合媽媽喔 這支是MAC的摩卡是不是 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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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MAC出這種顏色都很好看耶 對啊 我奶茶色也是拿這一支 它真的很熱賣 我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把它畫成這樣 這麼深的奶茶喔 它真的有點泰奶 泰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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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奶 所以說 可是它其實還是帶一點一點粉 對粉然後有點紅紅的 肉吧 我覺得有點肉色 肉色 那我們一樣要請那個 明文 明文 他要把那個南瓜擦掉了 欸你這支是什麼顏色好好看喔 這是不是都是奶茶色啊 對 這支很好賺耶 這個叫什麼牌子 Charlotte Tilbury 我跟你講這個我會買五六支 在國外 什麼吧 我跟老師一樣了 好流行喔 這只有在國外才買得到 對啊 對 這是有點奶茶色 這支好好看喔 他是 他是 我跟你講女生喔 真的是 只要看他的顏色 然後就對了 你就會買他 而且你就覺得唇膏再多 你就覺得沒擦 反正我每天都會擦 擦在那個嘴唇上 真的 男生一定不太懂對不對 我們聊天室有男寶寶嗎 男寶寶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因為剛剛有觀眾問說 老師你可以推薦一個顏色是 只要擦上去男人就會吻我嗎 哇 你可不可以最後來幫他 好 可以 其實我有想 男生喜歡跟女生喜歡真的不太一樣 真的嗎 就像之前就比如說流行土色系啊 可是很多男生其實不太懂土色什麼 感覺好像你是不是中邪還是什麼 中邪 很適合那個圖那個霧紅色 像Shirnail我就有出一個霧紅色 然後很美 可是男生就會覺得說 你這麼豔力你是要去哪 對 就男女生的那個想法不太一樣 而且我知道男生是不是 只要女生擦了口紅 就不想親他 因為會留在他臉上 對 會覺得弄壞了 還是那個是偷吃 偷吃不要留在我的身上 會被老婆發現 這顏色也太適合可同了吧 老師你每次都這樣說欸怎麼辦 我跟你講融進去你的皮膚了 融進去 像刺青一樣嗎 真的 好好看喔 真的很好看 這感覺沒有那麼難挑戰欸 感覺大家都可以入圍 這個好像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的顏色 就亞洲肌膚的都可以 對啊 亞洲肌膚都可以 男生說我女的也不懂 這些顏色有差嗎 當然有差 你把它拜託一下 這個顏色真的好好看喔 奶茶色 奶茶色真的很棒 怎麼差都怎麼美 真的 對啊 男生不流行時尚 太試奶茶 太奶味 你現在想要 卡布卡一下嗎 卡布卡 好美喔 而且我超像泰國人的 你今天可以試一下那支 刷到Taburine 我也要試嗎 好啊 我試一下我試一下 好想試喔 可是試了之後我就想買啊 所以很想買欸 我來把它擦 我覺得要把它擦一下 直接給這樣塗 好 這樣才有顯色 對啊我好喜歡直接塗 我每次覺得用唇刷都覺得不夠多 我也是 可是不好意思欸 沒關係 不好意思欸 那我就好 先不要 老師先 我來我來 那支也是很漂亮 這樣看上去 好 它這個比較淺一點點 比較 貴一點 這也是算奶茶 這個有夢幻的感覺 對 它夢幻凡爾賽感 對 有彈牙感 你就變成迪士尼公主了 好美喔 有喔 好 好 看一下喔 好美喔 Let me go Let me go 是不是很美 這個顏色很美 去哪買 這個好適合春天的顏色 我在柏林買到的 這個好像在 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支口紅欸 欸 喂 喂 應該是朋友送我的吧 所以這個還買得到嗎 買得到 沒有 台灣沒有 網站上面可以有 我真的有看過在Beautylish 可以買得到 大家可以寄上 這不是 還是蝦皮應該一堆的代購 雅芋好專業喔 蝦皮應該一堆人代購 我們應該也有 我覺得我們以後節目旁邊要做一個專門代購的人 真的 對 可以大家可以團購 對 沒錯 立即團購 好 那我們請可彤姐姐可以先回座 好 一樣我們要找一個開價的來替代她 對不對 這個我跟妳講這個也超像的 這個也超像嗎 這個我覺得大家應該認不太出來 嗯 而且聽說它的它人稱評價版的Mac 對不對 而且它一支也太便宜了吧 128塊 天哪 128塊 128塊 太便宜了吧 它叫什麼名字 Wet and Wild Wet and Wild Wet and Wild OK 那誰要來試試這支 誰要來 兩位試試看 我來好了 好 今天介紹的開價是都好便宜 這個很誇張 你介紹一下 好 我已經卸掉了其實 Wet and Wild 是一個在美國開價的一個評價品牌 他們家之前那個粉底液很有名 就大概七塊錢 七三十幾 大概兩百塊上下 就有一個非常好用的 非常持妝的粉底液 哦 所以他們家東西都很便宜 真的 眼影也很厲害 所以說這個台灣的驅神室沒有進貴 沒有 這也是要靠代購 可是你看128塊代購很值得吧 對 代購可能會兩百喔 可是我覺得兩百還是很便宜耶 還是便宜 好便宜喔 男生不知道懂不懂 如果現在我們17F的寶寶 或者是臉書上面的寶寶 是男生的話 你們猜一隻唇膏可以用多久 因為一隻唇膏可以用很久其實 很久 從來沒有把它用完過 對 像女生的腮紅喔 腮紅也用好久 都好期待它掉到地上喔 睡覺可以買新的 都可以買新的顏色了 然後呢 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是跑遍了台北各大美妝店都缺貨 一上假就缺貨 為什麼這些人都可以這麼快 都可以得知到最新資訊 對啊 為什麼 所以大家都會瘋狂的 好像喔 真的長得一樣嗎 來囉 好開心喔 一模一樣 就是把一百二十八插得很高級 對 插得像一千好不好 真的耶 好漂亮喔 好美喔 這個是要代購的就對了 對 專業Youtuber 這區城市有嗎 這個區城市 這個區城市有 有啊 對 很美很美 怎麼現在等一下就要去區城市了吧 很野Youtuber 會不會去城市等一下就暴動了 我們要來對比一下 對 你們兩個 我們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 這樣Make會傷心耶 對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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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喔 很像耶 可是Make也滿便宜的吧 Make是750 對啊 好便宜喔 兩位請往前 請往前 往前 然後那個 我們的開架是128 好 好像喔 這個顏色好看 好看喔 奶茶色 謝謝兩位 謝謝 我來看一下 有沒有寶寶猜對 有人說兩年 然後有人說 真的他也沒有用完過 對啊 不會有用完那一天 真的 有人說 還沒用完就愛上新的 你真的是東女生 對 好厲害喔 真的真的 因為流行的顏色不一樣 就會一直買 沒錯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叫燕智 他說 你全身塗一下就用完 請問有誰會拿唇膏 這樣把自己全身塗一下 可是我覺得奶茶色 是不是可以拿來遮瑕 就黑眼圈 可以嗎 太深了 不行 就黑眼圈 黑眼圈要偏橘 偏紅 不行我卸掉 可能大家都會找不到我 上關燈 不行 好誇張喔 好馬上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個顏色 第四個是 正紅色 正紅色 最流行的正紅色 男生不懂的顏色 哪一支 現在我們要 老師接下來我們要塗的是哪一支呢 GA的 ARMANI的400號 一定要GA 超有男色 真的 這是大家應該討論 大家都有 他是經典正紅 而且他熱銷到 他斷負 對啊 好好看喔 要近距離一點 好好看 男生不要再不懂正紅色 這個也超多明星在紅毯上擦 對 因為他擦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有 就是氣勢 對 然後我們當然也要請 那個我們的可童 對 好忙喔 可童來 我真的好喜歡紅色喔 紅色真的很棒 我自己也會很愛紅色 我也有紅色 也有紅色 而且你是比較喜歡唇蜜類的 因為我看你的唇膏 好像比唇蜜少一點 可是他現在都是用這種 像唇釉的材質啊 唇釉 對 你這應該是不掉色的 所以他等一下就會乾掉 會比較乾一點 會比較乾喔 會比較有唇紋喔 好正紅喔 可是他這個系列的話 這是滿好用的 很顯色 可是我們畫的紅唇有個訣竅 就是我們一定唇周遮瑕要做好 對 老師有的時候真的我們還會塗到牙齒 該怎麼辦 這有一個小訣竅 有訣竅嗎 是有訣竅的 就把牙齒整個塗紅這樣 就沒有人會發現你塗到牙齒囉 真的 沒有我們要把棉花棒塞進嘴巴裡面 真的假的 再拉出來 老師你示範一次給我看 我很好奇 好 等一下 真的假的 真的 用手指也可以 對 用手指也可以 你也可以吞手指 真的 喔 真的 但是有個挺順點啦 有個挺順點 有個挺順點 所以老師你現在先幫那個 可頭先上一點點 遮瑕 對 唇肉的遮瑕 所以如果要擦紅唇的話 就是一定要 要遮瑕 先刷一下 對 其實像我自己有的時候擦一些大紅色 我會喜歡用唇刷 要讓唇邊比較精準一點 對 我也是 不然 不然就是大紅色才要胡來胡去 就感覺好像就是大血 血盆大口 所以老師也是用唇刷嗎 是啊 我以為他用那個包裝 就是要讓你直接方便塗上去的 其實你習慣久了 就可以啦 只是說比刷可能會更 我們的觀眾說 根本就是在幫屈神士打廣告說 他說 請問一熙把抗試美放到哪裡 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講抗試美 抗試美 抗試美跟屈神士其實兩個開架其實差不多 對啊 有賣的品牌差不多 真的真的 我現在都好喜歡逛這種開架的 對 你們有別的紅色嗎 紅色喔 因為像我剛剛一開場的時候 我是喜歡擦這種 雖然咬唇現在沒有到很流行 但是我自己還是喜歡擦 你說有兩個顏色 哇 欸這個 好看好看 超美的 就是像我剛剛一開始開場擦 就你想要紅這個 你不想整個 藍芝嗎 藍芝的 就你不想整個滿嘴都紅的話 這種就很好 而且這裡 因為它出很多款對不對 對對對 很多這種雙色的 然後這個剛好現在春夏開始又可以擦 對 好看 而且這個飛機上基本上都會賣這一家 對對對 你就可以幫我折扣 幫我折扣 對對對 那那個按鈕呢 我的是YSL的 喔 哇你這個好紅喔 對可是我這個 哇你這個也太紅了 而且它已經快要已經 你快用完了 它已經到地了 也長毛了啦 狗毛 sorry 等一下 狗毛 狗毛 sorry 狗毛 狗狗毛 狗狗毛亂飛 狗狗毛亂飛 你真的是用到很大倍 對啊 所以我就是你知道就是 重質不重量 對 它就是我之前當空服的時候 一定要擦的 喔所以你們空姐都會擦比較紅色 對比較紅 其實看起來比較有氣色 比較精神 會拉裡拉他的 讓客人覺得說搭飛機 好像就是實體層層的 對所以我就一定會配這個 我覺得這個就是刷臂 就是邊緻 邊緻 對 它就是因為你知道刷子就是 最怕沒有蓋子 然後你放在包包裡面 對對 就是顏色大的 對對對 對啊 真的要用刷子會比較精準 不然真的會不小心都會 不小心畫到旁邊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因為顏色又太紅 所以當你用衛生紙擦的時候 還有其他也殘留一點紅色 對在旁邊 對對對我們來看一下 明模現在如何 哇塞超美 哇你這樣好美喔 好好好 而且這紅色擦了之後會覺得 皮膚顯白耶 好紅色的耶 怎麼辦啊 牙齒好白喔 會給我一杯酒 欸好美喔 這隻很漂亮 你也不能笑怎麼辦 這好美 這顏色好美喔 容過我今天第一名 真的而且正紅色最重要 就是要讓牙齒顯白 就是最成功的紅色 就是最成功的紅色 等一下應該要去維豐廣場吧 哈哈哈哈 順便買個酒吧 對 紅酒配紅酒 好美喔 欸你這顏色是超美的耶 真的很漂亮 好那我們要趕快看一下 那個開架式 對 對對對 開架式老師馬上 我要來示範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開架式的話 又是哪一隻可以跟這一隻 來互相比對呢 不知道男生 這個超有名的 我們一系的寶寶們 男生有沒有覺得剛剛可彤的嘴唇 那個正紅色超美的 可以回應到我知道一次 對啊 有沒有男生喜歡正紅色的 有人說 貴婦唇 國際化太美了 美番 完全國際巨星 哇 國際巨星 太好了 長下這隻 這是這隻老師 這隻 這隻我自己有買 所以是聯名的 好厲害 對可是它其實有兩隻紅色 有一隻是偏橘偏紅 但是這個好像 這個很難買到耶 對 它還沒有上市的時候 就是那個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它截圖下來 很想要了 我想要立刻去搶 結果後來真的是一下就沒了 他在我小包上 可是老師這個紅色 是不是跟剛剛那筆 它比較的沒那麼正紅 對 它比較偏橘 而且它比較 飽和度沒有那麼的高 它比較透 比較 但是這個顏色很適合雅雲喔 對 因為雅雲的皮膚偏白對不對 對 所以它擦起來就會寒寒的 那老師我問你 你皮膚偏黃的人 也能擦正紅色嗎 可以啊 我們只要帶一點紫 帶一點紫 對 那個紅裡面帶一點點紫 紫掉 紅裡面帶一點紫 藍紫掉 對 藍紫掉這樣 像我覺得每次化妝師 他們在調唇膏 我就覺得他們好厲害 因為我真的不會調唇膏 我就只能用單一色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喔 而且我覺得正紅色如果太乾的話 唇紋就會很明顯 對 不好看 總覺得穿了正紅色之後 就是要去參加一些派對之類的 等一下 正紅色回去可能明年 就會有豬寶寶 就會有豬寶寶 真的耶 好會喔 直接回去老公狂問你 那還是我等一下就不要試下顏色 下個顏色我可以叫工作人員進來 好好 這個顏色好像比較淡一點點 可是它很亮耶 對 它很亮 可是它是個年輕的紅色 對對對 這個比較貴氣的感覺 對 那比較貴氣 那個是個很 很 美麗就可以擦了 這比較日常 很好看很好看 很好看耶 其實它也是紅色 比較好駕馭 可愛的紅色 可愛的紅色 就假如你不跟剛剛那個四百筆的話 其實你這樣看你也覺得它是正紅 對 比較可以上手的入手的 入手版 對對對 是我們也要走秀嗎 不用走秀是不是 好 直接 太愛聊了 太愛聊 女生只要是就是遇到喜歡的東西 就是你知道一整個下午都聊不完 馬上公布最後一個第五個顏色 你一定要有的就是 紫外光色 紫外光 這是什麼顏色啊 是塗紫色在嘴巴上的老師 是紫色 就是紫色 紫色太難了吧 紫色 欸我必須說 因為我剛從日本回來 然後我發現日本啊 現在有很多那個開架 會有紫色 然後還有藍色的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擦了會變色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就塗在我的手上 因為塗在手上它也是紫紫藍藍的 可是老師這個是變色嗎 還是它沒有變色 不是它就是沒有變色 可是它是有夾心在裡面的 中間淺外塵深 你可不可以先主要秀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可同還在那裡 哇 夾心 老師是不是暗紫色耶 對啊這怎麼可能 可是這個顏色其實是很時尚 它擦起來超美 它有一系列有四個顏色都有夾心的 它有正紅揪揪揪揪也有夾心 Dior 可是它要配眼妝嗎 真的喔 不要 紫外光是2018年的年度色 我真的覺得如果我擦的時候 等一下會有中毒耶 可是我不得不說 很多現在有很多紫色的產品都做得很漂亮 因為很多人可能沒有辦法加於唇膏 但是唇蜜 它就是這個 這個很好看 這個很好看 它就是帶一點點珠光在裡面 然後讓你可以搭配任何的唇膏 就是擦在外層這樣 我先試嗎 而且它有一個稱號叫做獨角獸的眼淚 對啊 那是獨角獸的眼淚 幸好不是牛的眼淚 因為看到鬼 哈哈 你們說不懂 你看喔 它泛成淡淡的藍紫光 真的耶 可是你擦上去它完全就是 沒有感覺這樣 就是亮亮的 但還是就是很漂亮 好像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紫一點點 對 其實是紫色啦 看得出來是紫色 看得出來是紫色 其實不會是嚇人 可是不會是嚇人 對不會是嚇人 比較日常的 這個 這個我就覺得很容易駕馭 那我們一樣請名模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這個我也沒辦法想像 我擦的會是什麼樣子 對啊 這個很難 等一下上完蛋就要說很美 怎麼會這樣 欸那個手機可能要快沒電囉 好 我手機可能要快沒電 對 它是結合金屬和柔霧的質地 對 好難想像擦出來的感覺會是怎樣 看一下看一下 因為之前有一陣子很流行 什麼藍色煙影 所以兩個人一起擦 然後我真的覺得說我不敢擦出 假日不聊 真的無法耶 而且蜘蛛人剛才還跟我說 有些人就到垃圾的時候會擦這個 我說誰會到垃圾的時候擦這個東西 告訴我 Rocker Rocker就是 看一下 好暗的顏色喔 老師它那個像你這樣用唇筆去上色 可是它因為它是有夾心的 這樣也OK嗎 通常我都會先用唇刷 把整個唇型先畫好 然後我再用整支去塗 這樣才不會很容易失誤 好特別顏色喔 對 我這邊想推薦一個開架的紫色 開架的紫色 開架的紫色 這個也是剛剛一樣那個 GG黑地的 它也一樣是紫色 就是可能又不是這樣夾心 可是它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好好看喔 可是這個是非常可以入門的 這是霧面的紫色 霧面的 好看耶 可是它也是有點帶紫色那種紫圖感 可是就是開架又很便宜 對 我覺得可以買那個試試看 可以先試試看覺得 這個有點低調 對低調 覺得紫色你OK的 你可以再去挑戰一些其他 比較誇張 那這支多少錢呢 這支可能三四百吧 四百三百 好便宜喔 去城市康斯梅也買了 那我們這支是6的 這支多少錢呢 這支是992 992 色號是992 色號是992 但是不知道多少錢 對不對 我問一下我們聊天室的大家 剛剛介紹五個顏色 你們自己有沒有買了 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人說喔 Ruby說可同可以駕馭任何的顏色喔 有人說這是很好看 太好了 快好了 快好了 哇 顏色如果挑了不好 擦起來會像中毒 是真的 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頂裝要乾淨 還有你的造型是不是也要 對造型也要搭配好 好難喔 我真的覺得女生好忙喔 講得問他不是女生一樣 對啊 好忙喔 為什麼你什麼顏色都可以啊 1200喔 1200 然後開架是400 大概400上 1300 1300 3倍 好划算喔 我覺得紫色也會讓人家覺得很有女人味 真的嗎 這什麼顏色 顏色好看耶 你看 我覺得一部好美喔你 這個顏色真的很難駕馭 我覺得是你的關係 我覺得因為你今天的造型 還有你的氣勢 真的每一隻都可以駕馭 對啊 對啊 又要去武功廣場了嗎 對 而且現在已經去到Bella Vita了 好美喔 太遠了吧 好看好看 好看 那我們一樣 那個老師這隻 這隻你剛剛帶的 會不會就是雅雲帶的那一隻呢 我們是開架 對阿 他剛剛介紹的那個開架也是紫色的 對不是 喔不一樣 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開架很多紫色的選擇 天啊我都不知道有紫色的選擇 有開架的耶 一個 那個嗎 Essence Essence連大潤發都買得到你知道嗎 蛤真的嗎 我要媽媽買菜你就去買口 這個更子 這個很 誰誰 阿牛好了啦 阿牛好了啦 剛剛聊天室有說 可不可以叫阿牛試好 阿牛來試一個 來試一個 所以這個是哪一個地方的牌子啊 Essence嗎 日本 不是是歐洲的還是 歐洲的 是德國嗎 還是我講錯了 日本比較不會流行這種顏色 比較歐美的才會這樣 好特別喔 這一隻 這隻98塊 好誇張喔 98塊 阿牛請何以堪 他說 我這麼廉價 欸不是 他擦起來還有那個氣勢 來代表他很漂亮 我跟Essence不太快 我就把老師推開 對他幫我推開 可以 他說stop 你人美喔 就算那個 還可以差98 有點年紀就要差1200了 你別這樣子 都嫌 兩位都好 都好 他主打是不會很乾 而且不會起死皮 像女生啊就會很明白的時候 你擦那個唇膏的時候 你真的會那個 唇紋很明顯之外 還會脫一點點小部分 對 看起來就有些性感 不好不好 那就是很爛殘的 對啊 所以他主打是不乾 就不會起死皮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紫色感覺 擦在嘴巴應該是 唇紋會蠻明顯的 對啊你看大家說是德國的 對不對 那我沒記錯了 是德國的 哇你們還好厲害喔 98 98太便宜了吧 超便宜的 等一下告訴我們那個 質感 你大潤發有啦 你再去買菜完 然後就推到隔壁 大潤發感覺好難去到喔 大潤發 不會啊就買菜 因為都本來沒有 I'm sorry 貴婦的世界 在那個 在阿牛在話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開箱單元 然後我們開箱的東西都要送給我們的觀眾 那要怎麼樣獲得它呢 如果你現在在17APP看的寶寶們 等一下呢記得到我們的 17VIDEO的粉絲團幫我們今天這次直播分享 你就有機會可以把禮物帶回家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最後十分鐘喔 OK 我看一下 超好看喔 好美喔 我覺得它擦好好看喔 98這樣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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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出去飄沛的人啊 就是今天一定要帶一個回家 對 帶一個嫩的回家 帶一個嫩的回家 變得很成熟的感覺 對 對我覺得就是不是那種 阿美亞那種感覺 沒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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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去 好兩位應該要比方向下眼 好好看喔 一個比較深 98跟1200 對 98 湊臉湊臉湊臉 好 音樂 其實真的很像耶 很像真的好像 對啊 好看耶 好看 你們兩個差什麼都很好看的人 為什麼 家人可不可以有點 紫色很好看耶 不爽 搭個肩好不好 98 很不熟 謝謝兩位 謝謝兩位 我的天啊 你們三位 應該說他們三位 今天不管擦你們的顏色 都非常濕 都很好看喔 那呢大家了解 今年的2018的那個 我們的純材 到底適合哪些顏色之後呢 等一下再十分鐘 再去屈臣市和康氏眉好嗎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時間了 好不好 今天開箱的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製作人非常的神秘 他說 他說因為我們這不是工商 所以我也不用先跟你講 產品是什麼東西 好 直接推進來吧 哇這什麼啊 好夢幻的 好大一盒 會不會是一打開然後是生日蛋糕 這有人生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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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有很多小張啦 那你的臉先擺一下 不要了我先 挖開囉 哈囉 這什麼 一二三 一二三 好多很多耶 你是彩妝品耶 這個是 好多樣 這個我有 這個是眉筆 這是1028的眉筆 這是好用 超有底皮 超好用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睫毛膏 然後還有這個是什麼呢 CC霜是不是 CC霜 跟一個 這個是什麼呢 眼線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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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要直接 這個超好用這個我有 直接拿 我們現實哪一個呢 隨便 隨便是不是 我們不做假 我們不做假 因為他說不是工商 所以隨便我們怎麼用 我來看一下他說這個睫毛膏呢 它是超級大眼放大鏡 然後它防潑水防油 我一起來抗汗 要不然我們就直接來實測好 你們有誰接沒有擦 老師 擦完 擦老師之後又用水撥它 我OK啊 我OK啊 來啊 那我們可能需要什麼睫毛夾 還是什麼不用嗎 還是直接就刷 需要睫毛夾嗎 直接試 直接試 老師反而你說 好好看喔 正紅色 好可愛 你好看我專業 他還叫他這樣子 那怎麼辦 誰要幫我刷 杰玲 我幫你刷嗎 老師你應該 不會害怕吧 不會 因為沒有夾的 夾的狀況下 我刷我覺得好緊張喔 好怕它戳傷老師喔 不好意思喔老師 很厲害耶 馬上睫毛站起來 它很纖長耶 我覺得這個刷頭還蠻好用的感覺 這個刷頭還不錯 就是直角都可以擦到 對啊 細細的 而且它是溫水可以卸的喔 我覺得這女性比較好 這個媽媽喜歡耶 覺得很方便 媽媽講求方便 這個開箱開一開 有要送我們嗎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一定要來看老師的側眼 沒有沒有 你應該低頭 下睫毛有沒有 你們看好長喔 還是你轉側面 有耶 這個面很長 老師 你轉側面 老師你側面給我們的片段 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到 這樣會長成 真的 而且它沒有夾 就有一點叫起來 這裡 這裡 很長耶 老師你這個魅惑的妖精 下睫毛不用長 很長 你想要塗下睫毛是不是 好 下睫毛才會更明顯吧 好 而且一層而已對不對 好像還不錯 我才塗一層而已 它是EX版的 它是全新升級的 為什麼是EX版 什麼不一樣 我知道我沒有用過 對啊 看起來不錯 它這樣一擦我就會想回來的感覺 不是我就說真的 如果你 老師你下睫毛也太長了吧 對你看我這樣子擦 也太羨慕了吧 傻眼 不是這隻睫毛剛剛好長喔 因為傑琳好專業 他也知道要這樣換成這個 直立的差 欸它好長喔 到底哪裡長 對不起 你們不要這樣 是不是有點開心 有點 這樣會不會才八點吧 那下睫毛變超長的 側面 側面 戴特寫 對特寫有辦法戴嗎 超長 很明顯耶 我覺得可以 這隻可以 很長耶 那現在有要潑水老師嗎 好現在嗎 真的假的潑他臉嗎 可以嗎 這後天就期待了一部分 拿水槍來伺候 要溫水就能卸 真的假的 我們真的有水啊 要噴霧 真的嗎 可是它是溫的嗎 要用棉花棒啊不行啦 蠻可愛的啊 這樣就會關燈了 我就會消失在這個節目裡 怎麼辦 真的要這樣子嗎 沒有你用棉花棒沾那個水 沾水就可以了是不是 對然後 是這樣子不好意思 好犧牲喔 對啊 抱歉啦 今天通關費要兩倍 我等一下逃到那個門裡面 我以為要直接這樣噴他 欸可是常常說眼睫毛真的變好長喔 擦得掉吧 應該可以 這個是卸妝水嗎 不是 這是普通的水而已 普通的水而已 這只是普通的水啊 各位觀眾 那我可能看不到欸 我怎麼 欸我們有鏡子嗎 我看一下 欸老師你這個可以有鏡子嗎 我來看一下 你這樣子啦 你這樣我幫你拿 OK 看一下它可不可以用普通水就可以 可是溫水 溫水的話 因為它寫說溫水就能卸 溫水才可以卸啊 溫水才可以卸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樣子 看會不會沾到吧 你們好為難老師喔 對啊 這個 沒做假 這來真實 可以嗎 有掉啦可是 沒有比較不明顯對不對 這個真的好難喔 應該是因為老師現在沒有辦法大力的 就是自家 對 沒有我是想要把那水噴在老師身上 看那個睫毛會不會溶掉 會不會暈的 因為它這樣一直用 它一個人用弄它 它卸掉了欸 它可以卸掉 欸我們製作人叫我強調說 我們真的沒有塞 因為我真的是連開箱裡面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卸掉了 欸卸掉了你給大家看棉花棒好了 對啊 哇真的水 欸我真的溫水卸除欸 真的很方便欸 真的水 媽媽媽需要洗個澡都可以拿掉了 重點是它根根分明 剛剛我們這樣刷根根分明欸 然後一刷之後 1028的 變好長喔 下一個成 很好欸 下一個我們就隨便拿一個喔 那就這個好了 剛剛說那個CC霜 好 CC霜你們平常有在用嗎 我們全部都來到這裡 有東西給你看 我們都很好奇 像我CC霜我就會 就是我會想要持久 然後我可以有打量 老師應該是你來示範好了 像我們要怎麼去選擇 自己適合的CC霜 很好用 我跟你講CC霜的選擇很簡單 就是你不要擠出來是灰色的 因為很多人 一開始出了CC霜 它都帶點灰感 灰白灰白 所以很容易就是 氣色可能到下午更氧化的時候 它整個就會暗沉 對 然後像這樣有帶點米黃色調 會比較適合我們亞洲人 因為我們比較偏黃一點 對 然後既然就是少亮多次 然後先在手上拍開 少亮多次 對 然後慢慢的這樣 快點開來 老師我等一下可能要去扎軟 OK好 可以 它可以打亮嗎 這一款 可以啊你眼下也可以打 可以遮瑕是不是 可以少遮這樣子 而且我以前啊 選CC霜的時候 我很容易學到那種比較乾的 你看它這邊就 真的耶 很亮耶 而且如果你腮紅畫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這個方法把它改掉 帶著這個改裝還蠻方便的 它還蠻保濕的 很保濕 而且它不會卡尾也不會脫去 它會黏嗎 它會黏嗎 不會 很乾爽 很乾爽耶 它在畫眼線 沒關係 你等一下也要去貴富百貨 那我幫你把另外一邊補寫好不好 另外一邊補寫 好那你也幫我打亮一下 不然你只能有 我覺得它這個味道香香的 淡淡香香好舒服 嗯 雅雲要不要講一下感受 好等一下喔 還是我要示範一下 欸觀眾要記得分享 我們今天要送的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現場在補妝 好 欸有耶 亮亮多耶 自然的蘋果肌 對 自然的蘋果肌 它是精華霜 那誰在試眼線 哪一雞在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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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雞 這一雞 好我畫這裡 看一下 我覺得眼線好重要 它的頭超細的 真的耶 真的耶 我覺得自然在開黃牆 他說哪個頭 自然你會一直 他很敏感耶 你會一直讓我們分心 你知道嗎 我一直想到別的地方去 而且我一定要說 我就是自己就是用這個眼線 我已經擦了很久 都沒有掉 對我已經擦了很久 它上面有寫說 這支是什麼 防水嗎 防水防暈 好用耶 那我想要塗我的手 然後噴那個水看看 這邊有油耶 你要試試看嗎 真的假的 你可以塗在手上 等它乾之後 好殘酷喔 反正 製作人說它沒給錢的關係 這個 這叫做嬰兒油 嬰兒油 嬰兒油很快乾了吧 它已經乾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畫了這個 我畫了我的手 嬰兒油應該很難不暈開吧 那你來擦老師 你來擦 好油好油喔 我沒有騙人喔 真的耶 哇你摸它 好神奇喔 我用力喔 好神奇喔 好厲害喔 我用說的左右 好厲害喔 這很划算跟繡眉一樣 會不會再也卸不了妝啦 對啊 這很厲害耶 出咖啡色就可以畫眉毛了 你看 而且它上面都沒有沾到任何一個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真的很厲害 我是說真的 我自己平常就是眉筆跟眼線 我也是用他們家的 對對 他們家是真的便宜又好用 那眉筆呢 眉筆 我跟你講眉筆超棒的 我一定 你用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 然後買新的眉筆 它的那個形狀是比較不一樣的 斜角 對它是斜角的 比較韓化 哪一個大哥 哪一個 哪一個大哥 這樣看到嗎 斜角 而且它另外一頭是那個刷字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剛剛 就是因為像我自己都會這樣子刷 結果後面它是那個刷眉毛 然後我剛才刷眉毛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我這個筆我想要削一下 然後那個我造型師就說 你這支筆可以削 就說可以削 就可以削 它就說這裡轉開都可以削啊 你們看 什麼意思 有 它裡面有韓副削筆 那是你轉我手油油的 那是你轉我手油油的 我手油油的 這一個轉這一個 還是我來轉 不行 我也轉不開 外面的人來轉 I'm sorry 外面的人轉 因為我沒有轉過 我從來都不知道那個可以拿來削眉筆 然後超好用的 他們家眉筆 我記得好像只有三個顏色 然後我都買咖啡色那個顏色 我已經用至少十隻以上 來喔 從A端從頭開始吧 從A端從頭開始吧 不好意思 你們是剛好厲害喔 你眼睛變好多喔 好長喔 快看可通 快看可通 這邊擦了 這邊擦了 我擦兩下而已 不是 我剛才穿到下睫毛的時候我嚇到了 製作人這隻是要那種帶回家吧 可以可以 可惡 怎麼這麼厲害 加吃品啊 這個這個這個拔不開 欸我的化妝包欸 怎麼可能 然後我的來給大家看 欸我覺得我轉開了欸 欸欸欸 你不要看他皮膚好大喔 等一下你自己有一種想要交男朋友的感受 皮膚好大喔 轉錯邊 欸好轉錯邊了 是轉錯邊了 我轉錯邊了 sorry轉不開 拔不開了sorry 來我的我的我的 好你的 我的在這兒 我買的是另外一個顏色 好 這是我自己的1028 是 欸我覺得直播節目真的好真實喔 對啊 怎麼會這麼有趣啊 不能剪輯 欸剛剛是誰幫我轉開的 造型師 欸你幫我轉一下 不是 我說真的我不太會轉錯 轉開了轉開了 轉開了轉開 喔你好棒 你臉好大喔 謝謝 轉出力量好大 轉開轉開你看 它後面是削籤筆 啊 我們就不知道 削眼影 不是削眼影 那個眉筆的頭 我從來都不知道欸 可是它不是一直斜斜的嗎 那要怎麼削喔 它就是 它這個 它這個頭也是斜斜的 你看 有沒有這個角 進去然後就可以 對對對 超方便的欸 我用了這麼久 我都怕到大推向 好用心喔 真的是很猛欸 但這支真的很好用 我自己私心推薦大家 然後它非常的便宜 就是如果你眉毛啊 畫不好的話 這支筆 因為它的筆心很硬 你也不用擔心 你畫的時候不會畫 然後筆心又斬斷了 這個黃妮 好 那提醒大家就是呢 剛剛我們介紹的這四個東西 這四個開箱的東西 推薦給大家 然後呢 只要分享我們臉書的直播呢 就可以抽我們今天的好禮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還沒分享的話 趕快分享一波好不好 分享一波 我們節目剩下幾分鐘 可以Ending喔 好 超過了是不是 超過了12分鐘 因為女人總是樣子的 好不好 感謝大家 感謝我們E7F上面的寶寶收看 也謝謝我們這個 臉書上面的大家呢 今天收看我們的首播 更感謝三位的帶來賓 謝謝 那我們一樣 每個禮拜三 晚上的7點到8點 記得看我們的 流行零距離 大家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今天看完這些唇材 是不是很心動呢 只要有美美的嘴唇 就一定要記得保養喔 跟大家介紹一口 好用的好用力的補品膏 詩蘭朵水量修補龜蜜膏 內含黃金海藻成分 還可以抵抗皮外線 補品成紋 還可以抗老化喔 睡前厚厚的擦一層 也可以當唇膜 也可以擦在紙圓 腳跟還有乾燥的髮尾處 簡直就是萬用神膏 快點跟我一起美麗零距離吧